- 玩具TV,今次就和大家即場爆這盒1比4的Batman Begin - 今次爆Batman,所以又找子龍來了 - 你是一個Batman迷來的 - 超級Batman迷 - 知道這是哪一集的嗎? - 這個真的是Trophy第一集來的 - 真是說他為什麼會成為Batman - 這些就一直說,一直看啦 - 啊啊啊啊啊avis - 謝謝她,好! - 好,來吧! - 基本上1比4的尺寸是整隻手 lobby那麼長 - 整隻手房呢! - 那我就有是第一部1比4的Batman - 好,真聰明吧! - 即是有小丑呀,有 dezoran面具呀 - 還有地台那套 - hairstyl僕是極度喜歡的 - 但也開始敵不過連雨的洗禮了 - 咦? 會出現什麼情況? 有些橡筋會黏住 那些會鬆 會脫掉和鬆 我直接有一塊橡筋會脫掉 鏡頭拍一拍 還有一整條 E-Fail足夠扔在我們幾人 建議用地台會好一點 這個1比4系列 如果以玩具來說 它真的做得不錯 你看它頭雕 一罐水準 眼睛漂亮得不得了 而純粹就是這件披肩 披肩是磁石的 兩層的裏面 外面的質地不同 但這個就沒有鐵線 它就做到 那種 落地 另一邊的箱也讓大家看看它的頭雕 嘩 彭彪可以在另一個換裝內 詳細再看 給大家過一過癮 待會會比較多 我也發現就這樣玩了幾下 它的磁石位置都要停止 否則會掉 我自己第一次真的要玩一下 因為這個 這個只看背部 就做到它經典的飛下來 有驚喜 透透的聲音 窄地有先 嘩 好大聲 好大聲 吃晚餐不用跪筋 這個就是它 一開始宣傳 那個圖片飛出來的 那個背影 配件一攬 有一堆的 配件方面 大家的焦點一定是這個 打劫面罩 然後它這一支的伸縮窗 這個 讓我看看 這個是扣在腰的 如果沒有記錯 然後也是腰間的物品 秘密武器 蝙蝠飛鏢 這個 這個是 這個膠的 這些金屬的 有兩塊 因為它可以對摺的 摺得的話 它可以收起來 收起來 在腰間 如何穩定 如何放進去 就會被敵人打傷你 另一邊的箱子 給大家看看它的頭雕 頭雕可以在另一個換裝 詳細再看 給大家過一過癮 待會會更多看 給大家看一下 1比4的可動系列如何呢 蝙蝠俠 你知道蝙蝠俠 其實它的造型 頭是不可動的 蝙蝠俠 它電影都會笑的 如果旁邊有人叫它 它不能這樣轉著面 它看上去是很辛苦的 對 它是要這樣 咬你叫我 喂 嘻嘻嘻嘻嘻 它是要這樣轉著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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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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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挑一些印度的瓦鈴災 這樣多有型 上下 上下 特別上是難的 因為我們轉一轉背就給大家看就知道了 釘釘 直接蓋上這個位置 真的沒什麼可能是倒頭 對 這個本身是電影設計 手 都是跳齒的 都是維持到的 都挺實質的 還有我摸下去 老鼠仔 前後都有成熟 摸下去的老鼠仔這些位置 是有些彈性的 有些肌肉彈性 這個比起之前更加 有些質感 這些位置沒辦法了 這些位置難免你做關節的時候 要遇到一些buffer 即是走位給他 這個位置 就叫Limbo Glock 基本上他上下 他的衣服已經分開了 變了他動的時候 那個幅度可以大一點 這裏的鏡頭 對 這個位置要留意 大家可以看到這裏有條橡筋 將上身的衣服 和股肩或者腰肩 扣著連起來 那也是我那時候第一隻 1比4 就是這些橡筋脫了 哦 因為他這種 連月的洗禮 他真的會鬆 是啊 還有你扯得多 你的膠水都會難 但是這個後面 其實有個斗篷 遮到 就要見到這個穿奔米 那就是 都可以接受 腳的關節 可能就真的不算很多 這些大腿位 因為他前後都有東西頂住 大腿這裏 都是會有一塊 好像裝甲 很硬 頂住 因為他要夠力 才可以支撐那麼重 反而這個 膝蓋 就會比較多 腳本其實都很厲害 但是外於他這麼厲害 其實 所以 站是有點害怕 因為始終是上層 他腳比較小 摺地 摺地的空間比較少 用地台會比較好 剛才我們都說了 有二頭肌 究竟有沒有鼓肌呢 很硬 對 是一個鼓矩 對 原來是硬膠一塊 就是你按下去都是很實正的 那 也可能因為有這塊PAT的關係 變成他這個位置向後 是比較難做到這些動作的 對 因為他要保持屁股的形狀 好了 不要摸那麼多了 好 看完腰了 左右轉 左右轉 但是左右轉是沒有跳尺的 所以就會變大 那這個位置 左右扭的時候 一定要留意 後腰的位置 尾龍骨的那條橡筋 其實會把它拉回頭 所以大家 玩的時候 就要留意 如果肯扯 有機會扯 那條橡筋 你就可以隨意 隨心 把你喜歡的裝備 扣上腰 你喜歡 都是上牙扣的 可以製到多少 其實有一個位置 挺獨特的 我看到在他手甲那裡 有一個位置 好像機關一樣 對 一會兒再說 這個大家一會兒要留意 我裝在後面 其實觀眾都不太看到 他這個有個上彈位 這支槍他有 都知道要拿彈工 哇 拉給大家看 拉給大家看 這個很棒 但是他這次沒有送的 扣的配件 扣的 這些 這裡可以扣出來 如果這支槍 就可以這樣 扣 這個其實聰明 我之前那支1比4 扣了上去 如果你要擺姿勢 它很容易扣 然後就可以放在 屁股這個 後腰 後腰 向橫 蓋上皮肩 神不知也鬼不覺 表面上就是打招呼 其實就是暗藏殺機 其實你覺得他這次的披肩 用這個磁石 會好還是不好 我覺得好的 因為用磁石 你不會扯掉或者扯爛 有時候你玩 你真的不覺意 你寧願 用磁石 磁石 接合 第一 沒什麼損毀的問題 第二 你也不用太過 鏡著它 怎麼動 還有 它這個袍 就做到 這個神秘 罩了 那個 另一邊箱 我們也看到 另外那兩個 嘴型 牙齒很漂亮 我拿一隻牙齒出來給大家看看 它漂亮得不像真的 牙齒呢 前面看就是這樣 實質上 它是用了幾組的組合 才做到裡面這個 有牙齒的質感 有膩 有膩 這個 其實都是磁石換臉 你換一張就輕輕一點 這個是 這個是 又是叫的士 為什麼 tell me 但我喜歡這個 比較性感的 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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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為什麼說話這麼少 這個呢 我經典藝器裡面 經常都有這個組合 Alfred 就是這個 嘴型 好 接著 手 說回你說 一出場都做了這個動作 對 其實這次 他追加了一個小機關 在手甲上 對 其實他就多了 這裡開了 關節給你 讓你的手可以 夾後多一點 這麼搞笑 對 這個是方便 因為手甲會頂住你 對 你也可以放在這些位置 這樣就 我直接放進去 可以 可以 方便你 叫做方便 對 這樣就可以拿著自己的蝙蝠袍 有一次舞台劇演員出場 如果他的頭可以轉到旁邊 那就不一定了 他這次車上面 就是在那件 斗篷那裡 都頗有心機 他為了 營造蝙蝠 揚開翅 那個感覺 你看到他 打閘位 打得很漂亮 可以收得到這個肩膀位 也可以這樣 順著 揚開它 然後就變裝 變身 未成為蝙蝠袍之前 究竟是怎樣的呢 那我們看看變裝有什麼特別要用 第一就是這個 頭罩 這個面罩 然後還有這一條 好像背帶的東西 它好像一條廣扇 那就是由腳去穿起來 我還沒打到 潮籃 做個小板子 但是呢 都是那句 黑色褲的 真的不要長大 不要黏太久 我都害怕的 這種褲的東西 會的 所以玩一下就算了 這個肯定不懂 好 還有戴的時候 要留意它的衣領位 剛才你撞上這件 就是腳斑底的那個 這個是叫蝙蝠出現的 那個戲來的 是嗎 你記得嗎 召喚蝙蝠 真蝙蝠 那些星波 極速跟大家開一開箱 讓你看到整個蝙蝠盒 Batman Begins 1比4系列的玩法 1比4系列的玩法 我挺驚訝它的腳 對HER 因為 之前大家知道 1比6這些位置 其實 打閘 你要屈 那樣東西 其實未必那麼靈活 但現在就改良了 反而這些位置 你屈起來 其實都OK 但是始終還是那句 因為它比較重 如果你真的長時間入佛棋 真的 落下一個stand 就會好一點 咦 還有兩張東西 小丑的卡 在結尾的時候 最後那一場 撿到 它連同膠套給你 正物 對 好 簡單單單 和大家 極速開箱了 那它的敵人 什麼時候會出來呢 我想都快的 有正義有邪惡 一正一負 但是這次它的敵人 就不是這個忍者大師了 對方的單位 就是Joker 1比4的Version 下一集 下一集很快的 它應該最重要 就是那件長袍 紫色的長袍 料又漂亮 色又漂亮 cutting又漂亮 再加上小丑的頭雕 我覺得是一絕 好 下次見 拜拜 我們大家可以 加入一絕 第一位 三人 三位 三位 五位 二位 四位 四位 五位